台南市有很多老街区 信义街可能是最短的一条街道 只有290公尺 然后在290公尺里面 近十年来民宿跟各种店家 咖啡、餐厅 总共加一家应该有40家 所以是一条很特别的街区 在这一段疫情期间 不少老朋友在这边做生意 也受到很大的冲击跟影响 可是好像在那个生命力的部分 特别的强韧 后来我发现了 这个街区他们有一个很 看不见的力量在撑着他们 在做这些事 包括跟街区居民的互动 也让他们觉得好像是一家人 本来只是一个交谈 跟这些街区的人的一个聊天 到后来发现真的很不一样一个地方 那想说好 那就多一点时间来这里拍 虽然算是看看老朋友 可是也不像看老朋友 毕竟疫情期间大家口罩蒙着 有时候街上就这样一来一往打个招呼 他知道我来了 我知道他在 就这样一个很自然的情况下 然后拍拍照 有时候隔着口罩 两个聊天是我在接的这一边 他在接的那一边 两个就这样聊天 新一街在这个疫情跟后疫情时代 能够把一些影像给留下来 那透过跟他们互动产生了这些影像 那也希望大家能够透过这些影像来看一看 疫情之下的这些老街区的生命力 有多么的强